我是攝影師謝宇童 我希望服裝只是一個 讓我表達藝術的一個介質 可能影像 可能畫 可能更多甚至到音樂的部分 然後我還蠻擅長使用手繪的方式 所以可以看到我很多設計的單品 都是有加入了很多大量的手繪 不論是在畫布上 或者在服裝或是布料上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手繪 美式的風格就是 我希望賦予我自己跟這個品牌的一個框架 去放一些我覺得有趣的元素 例如這一次的紐約時裝週 在美式跟藝術化的類型裡 放了很多 不論是版型或是刺繡等東西 還有皮革類型的東西 都是我這一次加入的元素 仿託會 西元二九的邀請 做這一次的合作 我就去思考說 我有辦法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把我原有的畫風跳脫出在我個人的 就是更屬於我自己的個性比較多一點 三個色系的元素 第一個是天空 所以會比較偏藍色色系的 可能雲朵啊或是一些冰霜啊 或是比較天空的景色 然後再來就是草地 草原 整片綠色的設計 然後再來就是陽光 這一次特別跟紡織所印出來的T-Shirt 還有一些周邊 其實還有一些布料 其實它的細緻度可以讓我 很完美去呈現那個空間 因為那個空間其實就是 我最想要營造的東西 希望可以在跳脫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師的身份的同時 就是運用比較大量的純美術 然後去結合自己空間概念 然後給大家一個就是 這個品牌平常 或是這個設計師平常 在思考的空間大概在想什麼 它比較像是 我原先做布花 它可能呈現的方式是 直接透過布料適合的樣式去做 在服裝上 但是我把它換一個思考方式 直接以畫作的形式 然後再回到印製上面 去結合一些圖層 然後最後再跟西人29合作下 把完美的轉印在 一般的服飾上 我覺得這個是 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跟紐約時龍走 它是另外一個比較更親民 大家接受度可以更高 的一種把藝術穿在身上的方式 在你什麼地方 我又會想說 我會想說 當時是一個很大的 十分之間 可以很難過 你也會想說 然後來 它會想說 它是因為 你會想說 感谢观看